大家好,我叫曾曉彤 是一個香港的中場跑運動員 接下來我會參加 M品牌之一的香港國際機場 渣打香港馬拉松 三跑道系統10公里國際賽 可以在機場這麼獨特的地方跑 我覺得可以看著飛機在周圍上上落落 應該是一生人難忘的一次 可以為了我除了競賽 也增添了另一個意義 大家可以一起享受 在三跑未開幕前 我們可以一起在這個地方 見證這個城市的發生 很興奮,也很期待 想快點知道 哪三個頂尖的選手來比賽 到時除了我會自己盡力去比賽外 我也很希望可以跟著他們後面 看看他們如何跑 還有看看比賽後 有否機會跟他們交流、偷思 我覺得絕對會帶動跑步的旅遊化 始終香港也有不同特色的地方 例如我們渣打的馬拉松 有三橋三碎 雖然香港人覺得很有挑戰性 但我知道對外國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會特地來跑步 多了機場這條跑步 這次我想應該挺吸引其他國家的人 因為始終N品牌的活動 可能在其他地方不認識的人 都知道這是香港重視的比賽 會更加放心報名 像我們去報日本的比賽 可以令到活動有更多資源可以投放 可以搞得更加大 可能可以增加更多名額 都可以令到大家的抽籤機會增加 可以令到更多跑手 可以一起享受這件事 飛機的滑行時速通常是每小時15至30公里 整天的馬拉松選手 平均時速是19至21公里 知道這些數據之後 你會否覺得人類可以跟飛機比美 或者可以將他們融化在你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資料 知道之後我就發現 原來我跑得快一點 可能會追蹤飛機的慢行速度 也會希望自己當天跑得快一點 追蹤飛機尾 可以看到飛機在旁邊起飛的狀況 相信這是一生人一次 可以在機場生跑跑步的機會 希望大家會留意 我們到時跑得比飛機更快 M品牌活動 香港國際機場 渣打香港馬拉松 生跑道系統 10公里國際賽11月17日 到時見